詞曲 李佳佑 詞曲 李佑 詞曲 李佑 李佑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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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 劉佑 李佑 劉佑 劉佑 李佑 劉佑 李佑 劉佑 劉佑 很久沒有回到姜佑 我們是很小的時候 大概在記得我印象的時候 在主日學在這裡 一起跟很多的朋友們 一起在這裡敬拜神 所以李佳佑 應該有二三十年 所以你們大概就知道我年紀有多大 好 那在我們還沒有進入 我們今天的主題之前 那我們先一起一同來當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你 主要讓我們來到你神寶座面前 主要求你的靈 來開啟我們的心眼 也來開啟我們的耳朵 主我們知道文化祭壇這個議題 是不太容易明白跟了解的 但是主要你是自人智慧 主要自人悟性的神 主要你來帶領我們 主要讓我們今天 主要真的無論如何 主要我們都能夠領受 從你來的話語 主要讓我們聽的跟講的人都明白 主要謝謝你 主要我們將榮耀匯給你 我們將祷告 奉靠耶穌救的聲明祈求 好 你好 請請問一下 請說 我們呼籲一下時間 免得到時候你們低頭打到時候在想便當 分享別的事情 前些日子刑罪院在質詢的時候 投入到一個東西 就是家庭化院長輩問著 問到2015年是否有機會 元旦可以放肆貼年假 我想我們也非常的在乎 小確幸的這個規業政策 但是呢 這個其實也提醒我們 2014年其實快要過晚了 回顧2014年 不管是你的生活中 或大環環境 對我所待的那些年輕人 他們常覺得只有小確幸 沒有感覺那種幸福感 因為呢好像大環境不太好 談的是22K有點雙掌 荷包縮水 甚至連新聞都報出來 學生的零用錢也縮水了40%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同感 然後對於這些成為基督徒我們 好像我們被固定出來 要成為這世上的光跟眼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面對這些世上的壓力 在還有聖機上裡面 給我們很多的 我們要遵守 我們都會覺得穿不過起來 家庭也有家庭的難處 人跟人的人際關係上面 也有一些問題 這些東西加起來 好像有點讓我們招架不住 更不要說我們要成為周遭的見者 但是家庭有姐妹們 當我們面對這些 實質上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困難 難道我們應該就是這樣子嗎 面對我們國家的光景 大環境 我們的家庭 還有我們自己的狀況 我們與神的關係 難道我們就這樣算了嗎 我們就選擇得過且過 帶著一個鴕鳥的心態 反正你就想說 我自己都自顧不暇了 我能夠來主日已經了不起了 然後我能夠好好地跟隨神 已經是哈利路亞讚美主了 但是不要說其實國家 國家跟每一個人都是實行相關的 因為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法律 國家的很多的條 就是他們所制定的 都與我們實行相關 所以如果我們不為國家開始來禱告 影響的就是我們自己 可以放下PPT 你看其實個人就組成很多 就會有家庭 家庭有時候我們就來教會 教會就有城市 城市就有一個一個城市 就有組成的國家 所以每一個都是環環相扣的 不可能我們是置身度外的 那今天我們要透過一個國家 他們經歷到一個復興轉化的經驗 當他們開始辦步道會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在主的面前流淚悔改 然後成為主的子民 我們想要透過這樣的經驗 求我們的幫助 不是說我們剛主這些人 而是他們在屬裡面 他們走過的路途 能夠成為我們自己 就是一個極大的幫助 你不用再摸索那個路途 那我要講這個國家就是無感大 這個國家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國家 它位處於在非洲 不是因為它的經濟令人很呈現 而是在大概1980年的時候 這個國家有AIDS的人口數已經高達了 總人口數有30% 何等的高 不單單是這樣 這個國家那時還經歷到獨裁 瘟疫 巫術 偶像 崇拜 世界衛生組織曾經宣布說 這個國家要滅國了 面對這麼嚴重的問題 他們的政府邀請牧者來為他們的國家代道 他們盼望上帝可以介入這個國家 所以牧師就動員全國教會的為國家禱告 結果 你知道嗎 這個國家經歷到一個神蹟 什麼樣的神蹟呢 就是他們的AIDS比例從一個最高的國家 迅速的改善 從30%降到6% 而且直到今日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他們這樣 這麼快的解決 還有他們 我剛剛也講他們有一些內亂 他們持續的為這個國家禱告三年 不斷的不斷不斷的禱告 在第三年的時候 他們的叛軍再也沒有打過勝仗 所以國家就恢復平定 17年的內亂怎麼又可能平定 是靠正主 今天呢我們要再次的通過這一些人 他們怎麼樣去走這條屬營的道路 來想想我們自己 來想想台灣的光景 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教會我們的社區 該怎麼樣經歷復興跟轉化 我們都盼望 我相信我們的心都盼望 像主老文所說的 因為你的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但是如果我們不行動 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說到禱告 我相信我們都知道 禱告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操練 每個基督徒都知道禱告非常的美 當那個人說哇他要禱告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哇這是一件很屬靈的事情 但是很實際的講 好像不太容易做到 我們為自己禱告好像比較容易些 但是叫你為家庭禱告 叫你為國家禱告 你會覺得好像 禱告來來禱告其實都是那幾句 然後到最後你沒有動力 沒有負擔 甚至也不知道合適的話 你就覺得 剛來禱告去過的時候 覺得主是的 我下定決心 一定要看見我們國家福西 所以要為國家禱告 但是過了幾天幾個星期以後呢 那個火就慢慢慢慢的消失 然後呢我們到神面前好像是交代了 為國家這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清淡 不斷地禱告下去 就好像是男男子女 所以呢 烏干達呢他們在為國家禱告的時候 也是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所以神就提醒他們說 要他們在禱告的時候呢 眼目從問題挪開 不是說這些問題不重要 要從問題挪開 放在神對他們國家的旨意上面 上帝創造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旨意 上帝把一個國家放在這裡也有他的旨意 上帝在你的家中也有家庭的旨意 所以我們禱告的時候 不要只要專注在那個問題上面 而是要專注在神的旨意上面 這好像就像我們跑那個白米紮愛賽 當你知道你的終點在那裡的時候 你可以跑跑跑跨越那些就是難處障礙 不斷不斷地跑 但是如果你是註聘在每一個的障礙上 你就跑到跨了這個 哦好累哦我就休息 再跨了這個好累哦我就休息 所以你永遠達不到那一個目的 上帝創造這個創造你的目的 上帝把這個國家擺在這裡的目的 所以神就鼓勵烏干達跟他們說 雖然你們的歷史一點都不驕傲 是個充滿羞恥的一個歷史 但是只要你們願意靠著神 繼續地禱告下去 承受這些壓力神就會恩待你們 甚至要祝福他們國家的男男女女 成為其他國家的祝福 所以他們就抓著這個點 不斷不斷地禱告 不斷不斷地禱告 結果呢這個是真的發生了 以前烏干達在最禱告的時候 大家提到就知道 艾滋病 獨裁 屠殺 戰爭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很奇妙 當他們的人走到 政府官員走到別的國家的時候 人家知道他是烏干達來的 烏干達有個很大的轉化跟故事 他說就算他不是警察 他說拜託拜託來為我禱告一下 所以呢這是何等一個大的見證 跟何等大的一個榮耀 所以我鼓勵弟友姐妹 如果就是我們禱告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兩個選擇 我們可以用現在的眼光 不管是你自己的問題 或是你家庭的問題 還是城市的 或是傳福音的 你可以眼光定近在這些問題之間挑戰 然後用我們頭腦去思考這些問題 然後讓這些危機成為我們禱告 禱告的東西 但是我要說這個真的不會太持久 因為每次危機一來就把我們打倒 危機一來就把我們打倒 所以我們需要去尋求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我們需要去尋求神在有福教會的旨意 其實神會樂意的彰顯這樣 他的計畫這樣 他的藍圖賜給我們 甚至我知道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年度的意向 我們就朝這個來禱告 年度的意向是什麼呢 就是福音丁香丁跟香領教會火熟盼望 我們可以 我們知道這樣會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有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朝這個目標來禱告 我們也朝著我們自己生命的目標來禱告 一定會有困難 我們的生命一定有困難 但是只要把焦點放在上帝 對我們的永恆的目的 對台灣的目的 對你我的目的 你就會經歷到什麼叫做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如烏感大一樣 他們有這麼多問題 怎麼禱告 怎麼禱告起 那一定是抓住神的那個目的 持續持續不斷的禱告 而且我求神幫助我們 要選擇相信 有時候你會覺得那怎麼有可 很多時候我們的心都不相信 我們需要選擇相信上帝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人不能滿足的 所以呢 我們需要再次的將自己回轉到上帝的眼光當中 按著他的眼光來禱告 再來 一個國家復興轉化 不只是只有這麼簡單的 動機被改變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神提醒他們要建立禱告網路 有一句成語說 國家興亡皮膚有責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神提醒他們 要他們建立一個禱告的網路 可以遮蓋整個國家 每個地區都要有禱告的遮蓋 比如說個人由個人禱告襲塔 從個人開始 然後呢 家庭一個禱拜有一次的家庭祷告祭壇 教會有教會的祷告祭壇 城市有城市的祷告祭壇 國家有國家的祷告祭壇 你是覺得哇這個都要做很難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慢慢做起 家庭祭壇沒有叫你每個禱拜 每天都做 你叫一個禱拜做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呢 當我們神的心意是真的希望他們每個家庭都有叫 家庭的祷告祭壇 國家有國家的祷告祭壇 社區有社區的祷告祭壇 所以我要說其實 年輕的弟弟妹妹們 真的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很年輕 但是國家的未來跟光景 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 如果國家興盛 我們的未來就不會是 你才是談到又是22K 又是怎麼樣又是怎麼樣 我們的思維需要再一次的被轉變 所以真的不是只有傳道人或仗職 或者是生職人員的功課 不是 這是上帝賦予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承擔的使用 好 那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祷告祭壇 祷告祭壇 那祷告祭壇跟祷告會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你就說我都有來祷告會 或是在家裡你也都有在祷告 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難道我祷告祷告的就不一定是對的嗎 那其實呢是因為神要的其實是 我們要有個祷告的心 還有個祷告的生活 神要的是我們有一個從心裡面 那種渴望跟渴求 來祷告 而不是來到祂面前 將個清單列給祂 12345678號講完以後 好主今天就這樣這樣子 好拜拜就走了 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呢神就後果了 也透過亞伯拉罕的策略 讓烏爾安達這個國家 明白什麼叫做祷告祭壇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呃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被上帝從烏爾呼召出來嘛 那 他在他一路上 我們剛剛讀的聖經就 12章7到8節 他一路上就建立祭壇 那建立祭壇之後 神就彰顯他的榮耀在這當中 與他相遇 那不只亞伯拉罕 你發現其實 像他的後代以撒 26到25節 或是雅各 33章18到20節 他們也接續了這樣子 祖壇獻祭的一個習慣 然後呢 甚至在35章第一節 你看到 雅各跟神祖壇的時候 神在伯特里向他顯現 所以呢 祭壇呢 就是一個與神相遇的地方 神也透過這樣子 神其實已經以以色列律立約 但是神也透過這樣子的 就是 他們主祷告祭壇的時候 神就是 與這個土地立約 然後呢 就是讓這個土地被神所建國 好 那不只是這樣 我們知道到摩西 他也曾經在 祖壇其實十七章十五節 因為經過太多 所以我就大概講一下 他也煮了一座壇 他也為神來煮一座壇 神就給他 就是叫其名叫做葉爾華尼西 就是葉爾華尼西 就是葉爾華尼西的意思 那到了立位人 OK 可能就會不太熟 那我就很快的講一次 到立位人的時候 神也希望他們能夠 他們壇上的火 是常常燒著 不可熄滅的 所以神的心意 是要我們真的是 常常的來敬拜他 然後常常來 專心的來尋求他 那到底什麼是祭壇 PVP第二章 對不起 自己按 好 那祭壇的作用是什麼 來我們一起 圖羅馬書十二章 第一節請 我們剛剛講到第一個 就是禱告的動機 要回到神的旨意 神對我們生命的旨意 對國家的旨意 對社區跟教會的旨意 再來就是我們需要有 大量的禱告的網絡 再來就是我們自己 要從禱告祭壇開始做起 什麼是祭壇呢 祭壇在旧約裡面 我們就知道是犧牲的地方 那日犧牲 什麼叫做犧牲 就是他們用祭物來平息 上帝的憤怒 然後來得到神的恩定 剛剛我們讀的這段經節呢 就提醒我們 在新約雖然 我們不需要再像大祭司一樣 取山陽的血 為自己的罪獻上 他才有資格為別人來代求 那在新約我們已經不需要這麼做 所以其實就是 大家不要回去搞一個 唯一個地方然後在那邊煮祭壇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呢 告訴我們祭壇是一個需要有祭物的地方 那以前是有牛羊 但是現在呢 就是我們自己圍改的地方 我們可以 我們每次來到神面前禱告的時候 到我們讀經 我們禱告 我們發現什麼東西 我們不合上帝的心意 我們願意在那裡 在我們敬拜的地方跟上帝說 神啊我這裡得罪 得罪了你 求你赦免我 那我也願意為我百姓 為我周遭的環境的人 來為他們禱告 然後邀請上帝的同在 人到那裡 所以呢 換一句話說呢 祭壇就是我們與神相遇的地方 就是我們敬拜神的地方 初埃及祭的二十章二十四節 嗯 下一張 OK 再下一個 OK 好 門祭來念清 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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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祭壇我剛說是我們跟神相遇的地方 然後還有呢 祭壇是我們為土地與神奈約之處 就是神會赐福那個地方 所以呢 當我們願意建立祭壇在那時候 為你的城市為你的國家 開始禱告的時候 上帝就樂意赐福那個地方 OK 再来我们知道祭坛有祭物 如果你守旧约的话 你知道祭物之外还要有祭司 新月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圣洁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这些东西跟旧约都是合在一起的 并没有任何的相抵触 那耶稣基督也成为一个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 但是我们处于现在的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集约的祭司 为别人代求 为把别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呢 耶利米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耶利米呢 他曾经为国家跟土地来代求 然后呢 神就给他的一个要求 他就跟神祷告 他为以色列祷告 然后呢 神就回答说 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不要向他们求神 因为我不听你们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他来到神面前来为这些人祷告 神既然说不听他们 难道神失约了吗 难道神是神背部了他自己所说的话吗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神回答耶利米在15节的19节 他说 六毛日子说 你若归回 我就将你再带来 使你站在我面前 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 你们必归向我 他们必归向我 你却不可归向他 那到底上帝在说些什么东西 意思就是说 祭司的品质才是最重要 当我们献上祷告的时候 因为当时候他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 以色列是犯了很多的罪 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所以当耶利米在为他代仇的时候 神说 你不要为他们祷告 我不听 所以神就告诉耶利米说 其实重要的不是祷告 而是耶利米如果你 你自己也愿意悔改 我就恢复你 我就要选择你做贵重的器皿 然后将那些虚空跟荣华的事分开来念 他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口 这些百姓就会归向神 可是他自己却不可以贴近他们所做的罪恶 所以神看的其实不是祷告的数量 神看的是这个祭司是不是一个圣洁的祭司 是不是一个讨生喜悦的祭司 是不是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站在破口当中 为国家来祷告 这也是一个实际落实 落实的一个时刻 我想问大家 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 然后每一天在读经祷告 所以将我们自己得罪神的地方摆上 然后信给上帝 成为一个西乡之地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成为众人的祝福 然后我们分别为圣 那有家庭的这些爸爸妈妈们 你们愿意在家庭 作为一个家庭 就是有一个家庭的祭坛 你是大祭司 你的儿女们也是大祭司 不管他们 就是他们有祭司的身份 只要他愿意信 他就是有祭司的身份 甚至他们的祷告 有时候都比我们还要更加的单纯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洁净自己 然后愿意将自己的罪摆 在上帝面前为土地代求 为我们自己的城市代求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神就会 神其实在造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说的 刚刚我们说的 我们都常常祷告说 神来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约翰一书 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按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我们今天让清楚很多时候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很少去检视 我们到底有没有按着上帝的旨意来祷告 可是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态度 我们会告诉神说 神他这件事我觉得这样做 那样做那样做 那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怎么样 那个人应该哪样 其实这不是叫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告诉神 给神建议 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第二个重点是 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见一些事情的表面 我们对事情有一些解释 都是根据我们的了解 不是我们的了解不重要 而是很多时候 这个比例实在是占得太大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比较 没有办法贴近神的心 那还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程度 也会完全受限于我们过去的经验 可能以前我们发生这些事 有些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 我们就开始害怕跟紧张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是 就是我们渴求些什么 我们想要看见什么东西 发生在这个土地 发生在你的生命 发生在你的环境 但是其实这样子是不太 不太稳妥的 因为我们需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来祷告 不是按着我们的渴望 不是按着我们的解读 不是按着我们的想象 也不是按着我们信心的程度 乃是按着他的渴望 按着他的旨意 刚刚我们读了经文说 他一定会听我们的呼求 那到底该怎么祷告 讲了这么多 刚刚讲到祷告祭坛 讲了这么多 那到底要怎么祷告 说祷告祭坛不是祷告会 那不单单是祷告会 那到底该怎么祷告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真的要打开我们的圣经 弟兄姐妹 我想问问大家 读过圣经一遍的 我不要求大家举手 我不是说读经很多就一定代表他很属灵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功夫 读过一遍 你自己在人面前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读经的状况是怎样 可是我们信主很久 十年了 但是圣经没有读过一遍 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来为这个国家代仇 为我们自己爱荡岗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喜欢看的是那个小点心 就是每日那种小厕子一打开来 然后就一段经节一点教导就可以用 我不是说每日那两周都是不好 而是我们需要有个系统性 有个根基性的读经 因为你不大量的将圣经读完的话 你怎么会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怎么会知道神的名代表是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 比如说耶和华尼勒 耶和华尼西 他有他的属性 他有他的神的旨意在那里面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打开圣经 你祷告你看到耶和华尼勒 他是预备的神 这就回答了你的困境 这就回答了你的难处 你就可以用这种东西来祷告 因为这是上帝自己说他自己的名字 是他的 他自己就是他彰显出来他的属性 就不用在那边祷告 祷告 祷告 祷告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思想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有根有基的读经 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建议 我们真的 其实我们的要求是一天要读十张神经 因为很多时候你不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头脑里面在赚了 可是偶像剧的那个情节 不是圣经的经节 这些经节好像 嗯 这是在哪里 不知道 嗯 这个好像没有定过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读圣经 让神的话尽道给大家 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带有能力 是大有能力的 我像说其实祷告祭坛 其实在台北已经推动很久了 很多的教会都经历到很多的 连原住民的巫师都会转归向主 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经历 那是因为他们大量的让上帝的话进来 他们在上帝的面前 当神的话跟我自己有抵触的时候 我自己先毁赶 我有骄傲 我有自卑 然后我有什么东西 不套上帝的喜悦 甚至他们为了自己的教会 来祷告来毁赶 然后按着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心意 来为各样的事情祷告 再来 还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比较建议说 如果你对圣经还真的不是很熟 我希望你可以读圣经 而不是研读 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弟弟 他很聪明 他每次读一节经节 就要读半个小时 因为他要搞懂一件事情 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好 而是你要先让圣经大量的进来 等到你有一定的程度 你再开始来研读圣经 我也不是说 你们在团结的时候不要研读圣经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要跑去跟你们传道说 上这个讲 我会说这样不要研读圣经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只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神的话语 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要不然我们的生命 不会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不会知道神的名 他的名有什么样的荣耀 他的名有什么样的应许在这当中 再来还有保持我们读经的动机的单纯 我们读经只有一个动机就是 上帝我要认识你 我要明白你 我要明白你的名 我要指导你 因为我记得主导的第一句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真理的名为神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上帝的名 主导我是讲的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都不知道上帝的名 上帝的名有什么样的意思 比如说有时候看一诗节序 我看到上帝在骂那些不公义 我就知道上帝不逃 不喜悦不公义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名 还有神的在圣经里面 有许多的旨意 都可以从我们生命里面的提醒 所以可能那边我不小心 多拿了一张纸 我就知道我被上帝提醒 这是不公义的事情 我需要悔改 我需要回转 我们不断的回到上帝的面前 回到上帝的面前 再还有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有品质度 读经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我现在有五分钟 好待会我要见那个 我跟我朋友要去喝茶 那五分钟我先翻一下 没关系我今天是这样嘛 对不对 五分钟我先翻两张 好盖起来 我们先去喝茶 喝完茶以后再回来翻个两张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需要分别一段时间 没有交往的时间来读经 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连续剧的时候 旁边人在讲话 会请他走过去瞪着他 或者是跟他说 妈你别说话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 好像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真的 花一段时间来读神的话语 然后呢 对于那些解经的书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 我希望我们自己先读 读完以后我们先看看 里面有什么样神的属性 有什么样我们的解读跟解释 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些解释书 要不然我们永远不会学会 我们想说每次打开解释书 就说这些人的亮光真好 那些人亮光真好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可以的 但只是你需要花时间 有耐心 如果真的你一天没有办法读 实上我建议 真的鼓励你从今天开始 从一张两张开始读 从旧约开始读到新约 不要总是读新约 新约的神是神 旧约的神好像跟你离痕 也是他很远 往前连以前的事情 然后时间地点都离我们很远 但是里面有很深 很深就是很深的 蕴藏的一些知识 一些智慧在的当中 所以我建议你们真的可以从 或者你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也好 有系统的把它读完 你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然后每次别人问你的时候 你的上帝是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 我自己 他说等一下我去找我们家的传道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 把圣经读守 有时候你跟着 有时候有在读的那个过程 当我们教会在推展这样子的 祷告祭坛的时候大家要大量读经 有时候读不是很懂 没关系就是读过去 读过去读过去读过去 然后呢 如果你有一本书 它里面有系统性的很简单的告诉你 我们现在在看素颖是牧师写的 每日与主同行 他每次都只提一些大重点 你就可以抓到大重点 那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前进 所以呢 神其实在乎的 不是我们真的在他面前 祷告了多少个小时 做了多少个事情 上帝其实对神来说 他其实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明白他的旨意 按着他的旨意 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在我们每一个年轻的生命里面 或者是你中年 或者是每次的下半场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旨意 但是如果我们不寻求 我们不会明白 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 然后把那个旨意活出来 然后为这个旨意来祷告 那 其实我觉得上帝最喜欢的是 我们在他里面 与他相遇的那段时间 我们不要急着 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 而是我们真的是来贴近我们的上帝 打开圣经 看看今天 经文里面说些什么 因为经文里面最多的就是 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当我们服侍他 当我们知道他的品格 知道他的本质 其实很多东西神的旨意 就很清楚就彰显出来 你不用拿了一个 有时候我们以前我也被拿了一个带子 12345678910 为这个祷告 祷告了一长串 但是当我开始做祷告祭堂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时候 我不用为那一长串祷告 因为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知道我自己哪里得对神 我知道我们的教会 或者是我们的城市哪里 是葡萄神徐佑 我就为这个东西来昏改 然后为这个东西来祷告 也宣告神的旨意 怎么样的领导我们的当众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已经不再是 好像我每天就是在交账 来报告而已 对 所以现在弟兄姐妹 我不再教导你一个公式 而是 我是在说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要先到神的面前 先打开圣经 然后把这个认识 你所认识的这位神 带到你的环境里面 你不是牵着上帝说 上帝这边哪这边哪 这个是要这样做 那个是要这样做 而是我们把神的话 带到我们的神秘里面 求神改变我们 求神提醒我们 求神也祝福我们 像我今天早上其实我还蛮惧怕 当我打开试验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我说 你不要惧怕 我没有刻意 就是要慢来 我就是打开 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好真实 就是提醒我 而不是我一直跟他说 上帝我很惧怕 我很惧怕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样 神的话 每一字 每一句 真的都带有能力 所以 我们真的期盼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是按着上帝的旨意 不是按着我们的旨意祷告 我们就需要 常常把上帝的话 打开来看 而且要分别一段时间 我觉得 我自己生命成长到 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最可惜的就是 我们已经早开始图圣经 我觉得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我觉得原来 神的话 神的话 是这么的丰富 这么的有能力跟荣耀 可以帮助我面对 正如然在这些压力当中 我还能够站立得住 我还可以经历神的当 不是我能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 他的兵就好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真的 很多神的神迹奇事 就彰显在我们当中 只要我们愿意尊他的名为圣 只要我们愿意让他的旨意 行在我们的生命 如同行在天上 你就会看见见证 荣耀神的能力 彰显在你周遭的环境 已经很多人在经历了 待会我们会放一个 大概七分钟的影片 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经历 他自己被改变 他遇到困境 他怎么样经历自己被改变 然后很多的教会 在经历他们的教会被改变 他们的城市被转化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 假如你今天听了我这么多 回家以后你没有开始做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回到原点 就蒸发了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知道读经不容易 我自己也知道读经不容易 有时候读也读不懂 读来读去都是那样子 但是我建议你 真的是找一个读经的同伴 有时候一起讨论一下 有时候彼此激励 大家一起做 比较容易 总比一个人做 还要容易 不会放弃 所以我们 我们就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请同一篇的同工帮你们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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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自台中 建和平达 总部太阳 我今天要跟大家 一生一讲 让你一下 求学的一些过程跟经历 然后我要说明神志如何在我的生命中 为我讲起来这些事情 我在2008年考清清大于远所 那我们手上就是有一个传统 他在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学考试 那我在 嗯 我们在入学的前半年 就已经拿到了那个 要考试的那个书单 那我就花了半年的时间 就是一直念一直念啊 好 那结果到 嗯 开学那一周 开学考试当天 我就滑铁了 那 那为什么呢 那第一个原因是 那个考试全部都是英文的题目 然后 你必须要用英文作答 那 我完全写不出任何一句完整的句子 我在考试的当下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沮丧 因为我甚至觉得我连题目都看不懂 真的是我大概 嗯 在求学的过程 第一个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 就是 就是 可能我们要出国 比如说半年前 什么的 那 呃 我也会问学长姐一些相关的问题 就会跟他们说 呃 面试官会问什么 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我得到的回应 既然是说 你可以直接跟那个面试官说 那因为你是原住民啊 所以你英文不好 我 我就跟他们说 我英文不好 跟我是不是原住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那我们手上的回应是 就是在毕业之前 你要先考过 英检考试 其实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说 就只是考试而已 也没什么啊 结果咧 考出来呢 嗯 就是没有过嘛 毕业的时间要到那怎么办 那我知道我就是延闭 这样一演 演到 演到今年 就是我演了整整三年 那再加前面三年的时间等于 我花了六年的时间在念研究所 这过程中就是一直准备英检 然后我考的大概有 不下数十次吧 那个报名费大概应该有缴了几万块出去 其实回家的时候 那长辈啊 或者是家长 都会问我说 诶你毕业了呢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 哦 因为我在准备英检考试 然后 其实 你第一年你没过 大家会觉得说 哦 可能就是清淡可能不好念 然后可是当第二三年 你又跟大家说你在准备 然后其实 大家就会开始觉得指引你 然后就会跟我说 你大概就是实力不够吧 所以 你才 才会没有考过 那不疑 或者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考进清淡那种实力 所以说你才 才会这样子啊 那另外一方面 我又很怕回到学校 因为其实回到学校 也是要遇到老师跟同学啊 然后 然后大家也是会问我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尤其是你 当你看到的学弟妹 都开始都顺利毕业的时候 其实我压力更大 因为 就会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在折啊 就因为这样子 其实开始会 这个过程就是 一直让我还是会否定自己 那第一个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会考进清淡 然后好像我根本就不属于这样 然后在去年 就是2013年的时候 我有妹就邀请我来 到他们教育 参加他们的小组祭坛 那在小组祭坛的时候 传道就有教导我们说 要念 就是每天都要念十章的圣经 但因为我从小就是基督徒 那我又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所以我大概就是 嗯 从以前的习惯 我大概每天就是维持 念个两章的圣经这样 然后 一下子之前要 跳到念十章 我就觉得哇好多 而且一方面我有考试的压力 我就会觉得说 我每天就是大概要花六七八个小时 念英文 然后我可能还要再另外花时间 念圣经 我就会觉得 好累哦 我要一直念一直念 其实刚开始会觉得很挣扎 可是我觉得后来的这个过程 我还是学习顺服 我真的宁愿相信说 我觉得上帝的话 你才是真实又厉害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 当我觉得 读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 跟神祷告 我就觉得说 让我一点一滴去 真的是慢慢读你的话 因为我想要 我想要更贴近 我觉得 虽然我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 可是我觉得 我并没有认识神 认识得这么深 后来也是因为透过小组的祭坛 然后还有透过不断的读经 我觉得我也开始解释到我内心生命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我过去我就会 因为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很努力想要用其他方式去证明自己 譬如我要证明我自己会做研究或什么 那后来跟同学啊 还有学长一起和谐一些文章 那我们的文章 就被一些国际的研讨会接受 那我就到纽约 然后到波斯顿去发表 就是因为你好不容易被肯定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是你只要很努力 你没有什么不行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 我怎么会把这种 这种成功这种荣耀 放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完全忽略了上帝在我身体 到底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是 因为念书的压力很大 所以其实常常对很多事情 你就会一直开始不断的抱怨 不断的挑剔 就会一直觉得说 这里也不好 那里也不好 在读字幕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嗯 我好像以色列人喔 我不断的在发怨言 我一方面又祷告赌经 跟上帝说 就是求神灵命我什么 可是一方面我又不断的抱怨 然后就变成我的生命好像 就是处于一种很矛盾的状态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将会阻挡神 在我生命的一些祝福 在念书的过程也是因为 不断的自我否定嘛 所以变成我很要求自己 对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在追求这些完美的背后 其实就是隐藏就是一颗你很自卑 你又很受伤的心 因为你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才要这样子做 我觉得神真的就是一点一滴 不断的透过小组 跟读信的过程 一直在不断的提醒我 我觉得祂让我学会 从祂的眼光来看我自己 而不是从别人的眼光 也让我慢慢走出自我否定 还有骄傲的这些心态 然后我觉得很感谢神 就是我在今年的三月 终于逃过英文考试了 我在七月的时候 就正式拿到我的毕业证书 那我感谢神 这真的是祂今年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真的觉得感谢神 这段没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可以请自己帮我谈点音乐 我们一起来 等着 关子没关系 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来到主的面前 我感谢神 我相信今天 透过这些影片 透过自己神的话语 一定对我们说话 神很渴望我们每天 都能够敬拜祂 可以朝见祂 也能够 教我们自己 所得罪祂的教在祂面前 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 为国家祷告 为自己祷告 我知道 或许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面临什么样的难处 跟什么样的困境 在寻找方法吗 在寻找各样的方法可以解脱吗 其实就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神有完全的尊荣 神有完全的能力 但是那些能力跟尊荣 怎么样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有我们讨祂的心愿 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跟祂立一个约定 或许你以前的祷告 是很多以自我为中心的 那我们就跟主说 主啊 是的我要以祢为中心 明白祢的旨意 读你的话语 把你的话带到我的困境当中 如果你愿意的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你不是举给我看 你是举给上帝看 甚至你觉得你的独经 祷告生活不是那么的好 你想要更多更多的 在独经上面有所努力的 你也可以跟神说 因为你不是做给我看 是做给那天上的乌生看 好看到了 你可以放下 可以放下 我们求主再次来改变我 我们求主再次来帮助我们 好事情可以听了 谢谢 我一同来祷告 天父谢谢祢 主啊祢看见我们的心 主啊祢看见我们所举的手 主啊我们愿意再次来到祢面前说 主是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 当作国籍 是圣贱是神所喜悦的 主我们愿意按着祢的旨意来过生活 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祢 认识祢不够 因为我们读圣经读的不够 主啊求祢彰显让我们明白 主我们的动机就是要认识祢 主我们的动机就是要明白祢 主啊祢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来代求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祷告的祭坛 甚至在每个礼拜 我们愿意花一段时间有家庭的祭坛 在里面我们回转 我们跪向祢 我们也为我们有福教会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祢在这里有祢美好的心意 主啊要活出盼望 主啊我们的生命不再软弱无力 主我们的生命不再是 主啊承受许多的压力 没有盼望没有喜乐 主我们要经历到祢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我们要持续紧紧的抓住祢 因为祢就是我们渴求的 祢就是我们寻求的那位上帝 主啊愿祢的旨意真是行在我们的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让我们完全彰显的荣耀跟见证 把我们自己交给祢 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祢的手中 愿祢听我们祷告 也愿祢来眷顾我们一切的困境 使我们有所突破 我们要看见祢的荣耀 就要彰显在这里 谢谢祢 我们这样祷告 可以奉靠耶稣基督生命祈求 把自己交给祢 可以来祢